老师晚安 晚安 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 我们就接着上次看的部分 先把它看完再进新的部分 好不好 我先分享画面给各位 好 这个部分 让各位先看一下 各位现在可以看到 这个 上次讲的 好 可以 到这边 这个部分 我们接着今天刚刚好 28 我要告诉各位的就是说 这样字体 稍微放大一点 这样可以看得见吗 字体上 可以 有问题 就讲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东西 没有看清楚 就不好 好 各位看这个内容 好 我们接着看 这边 到这边 先把这一段 把它看完 各位要记得 将来 你自己在解读文章的时候 各位一定要记得 一定要一个句子 完整 像这样 到这边据点 后面这个部分 又是一句 这样 完整的一句 这边再一句 你就这样 解读的时候 尽量用 一个句子 一个句子 为一个段落 来做思考 这样才能 看到它的完整性 千万不要切断 切断就不好 所以我们先看这一段 各位看 一个词 一个助词 一样 这个 我们就看到 很多东西 我们没有学过 所以就会不知道 好 这个各位注意看 突然间 突然间看到母猫背着孩子的知识 这个表示时间点 这个Docoro的用法 你被这样的时间点 吓到了 而觉得 感觉 有一点点 什么 有趣 所以 它是用 Tari Tari Salu的句型 来用 这边有几个句型 我希望同学们一起学 第一个 这个 Tari Tari 加Salu的句型 第二个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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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句型 第三个 P Cara 的句型 第四个 Nagara 的句型 这四个句型 我希望同学们 一次学完 一起学 这四个 到底有什么差别 我希望各位一次 把它记住 这四个 跟 工作的时间点 有关 我怎么样去 差别 这个 Tari Tari 表示 我们在 讲 工作的时候 就是指 连续的 工作 这个连续 动作 有先后 次序 五位的先后 次序 就是 这个工作 做完 才会有第二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 完了 才会有第二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完 才有第三个 这个就是 连续的动作 好 贴卡拉 跟 贴 贴 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就是 做完 前面 动作 结束 立刻做后面的动作 时间点 差异在这个地方 贴卡拉跟 贴的差别 最主要就 差在这个 立刻做的感觉 所以 我们 从这边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 贴型后面 加卡拉 表示这个动作 一结束 紧接着 卡拉就是 从这个动作开始 这样的概念 好 紧接着又是怎么样 紧接着就是 同时做 同一个时间里面 做两个动作 这个比较重要是 主动作放后面 一定要记住 主动作 一定要放在后面 这个 无论如何 一定要特别注意 好 那最后 这一个 他里 他里 又有什么不一样 他里 他里 就是指 做 什么动作 要做 什么动作 各样而已 各位要记得 没有 秩序 这个 没有秩序的 而且 会有一点 值得 讲的 也就是 平常 不会做 他里 后面那个也是他里 还是他路 他里 是路啊 他里 才对 对不起 谢谢 好 各位要记得 我这个 请各位 特别注意 几个 特别的 概念 我希望各位 一次把它 学下来 如果是 他里 他里 表示 我做什么 又做什么 这个 K 一定有代表 先后次序 这一定要记得 K K 先后次序 之外 还有 马上 做的 概念 Nagara 同时 做 这四个 希望各位 一起记 所以 各位看 这个 他说 平常 他不会 上山 看猴子 今天 看到 以后 让我觉得 下了一跳 又觉得 他很有趣 这个 就是 他里 他里 的用法 这样 知道吗 而 这个 一定要 记住 思路是 基本 必要 的 条件 也就是 他里 他里 并不是动作 而是 思路 才是 动作 做了 这个 又 做了 这个 我被 吓到了 同时 也感觉 很有趣 那 这个地方 没有 先后次序 所以 像什么 比如说 我问 各位说 你昨天 在家 做什么 昨天 哪里 哦 什么 你说 我昨天 一样 照正常 在上班 那个 就不用 他里 我就直接 用圆形 就可以了 仕事 を しました 如果你 本来 每天 都在 正常 上班 昨天 特别 请假 去爬了山 我就可以 讲 山 に の も たり しました 这样 知道吗 哦 我所谓的 值得 讲 这个 很重要 的概念 比如说 我问 各位 昨日 何を しましたか 昨天 你做了 什么 如果你 平常 就是上班 我昨天 本来 就上班 好 你就 讲 仕事 就不要 用 たり たり 那你说 昨日 山 に ろも たり しま した 这个 就有 特别 特别 值得 是 讲的 好 你说老师 たり たり 一定要 两个吗 没有 一个也可以 所以 我昨天 请了假 去爬 山 这个是 きま お とる 正常 的 動作 所以 才用 たり 了解 平常 我都正常 的工作 我就不用 たり たり 所以这个地方用tari tari是对的 了解了吗 因为是otoroku 这是omoshiroi 所以变成omoshirokatari 形容词变为动词 过去是要转为ka 加处音ta 动词otoroku 就kui sisi wuzuru ku变成i 所以转为itari 这个是katari 是这样来的 有没有问题 这个地方 我没有听懂 会不会再讲一次 可以 比如说 我问你说 昨天你做了什么事 昨天何をしましたか 对不对 你昨天做了什么事 你说 仕事をしました 好 我问同学 仕事をし tari tari tima shit 这个就是 tari 对不对 tari tari siru的句型 这样 可不可以 这样 有一点 怪怪的 为什么 有一点 怪怪的 因为 昨天本来就是工作日 正常上班的时间 你讲 我每天都在做的事情 就不需要用tari 这个句型 这样可以了解了吧 那我昨天刻意请了假去爬山 这个就是值得讲的 所以用tari 如果平常就是这样做的 我直接用一般的句型 仕事をする就可以了 所以我在这边特别讲调 tari tari する的时候 一定要值得提出来讲 平常我不会做的事情 值得提出来讲的 才会加上tari 如果一般的 我就直接用shimashita就好了 了解了吗 老师这样tari 怎么翻译 翻译啊 就翻成做什么做什么 我这边就不翻译 这边就翻译成什么 shimashita是同一个 同一个意思吗 是 する是同样嘛 shimashita是做什么 这边就是 我特别去工作 如果 昨天是礼拜天 你说 shimashita shimashita 可不可以 可以 为什么 因为礼拜天我不上班 我今天特别去公司加班 我就跟你讲 shimashita shimashita 这样可以了解了吗 也就是说 你用tari tari的时候 不管一个tari 两个tari 三个tari 你必须要记得 tari 前面所做出来的事情 绝对不是平常会做的事情 都是平常不会做 然后 我现在要特别提出来讲的内容 才用tari tari 这样的句型 可以吗 只是这样翻译的话 是一样而已 只是意思 意思是 日语来讲是 他有比较特别的值得讲的 对 对 算我们 我们国语怎么翻译 就是一样 翻译 翻译起来是不是一样 是啊 翻译起来是一样 但是那个感觉 后面的nuance 是不一样的 好的 谢谢 这样了解了 后面他所要传递的味道是有不一样 可以吗 这样可以了解了 可以 好 再来 老师不好意思 请说 那个哈哈鲨鹿的话 是不是 如果我改成 美丝の鲨鹿 会不会比 美丝の鲨鹿是 母 那不一定是母猴 女的猴子 母猴 母猴跟 女的猴子是不一样 雌猴 你讲那个美丝是变成雌猴 所以 母猴跟母猴 母猴是妈妈 诗讯并不代表一定是妈妈 这样知道吗 那如果 有这样子的用法 就是 哈哈の 美丝の鲨鹿 不用了 不用那么麻烦 哈哈就一定是母的 你还要 讲那么复杂干什么 同学讲到这个单字的问题 同学要顺便把它寄来 美丝 这个磁性 刚对的 否则 这两个字不好寄 这个 功 雄的 跟磁的 这两个字一起寄 因为 发音 差一个音而已 这是 一个美丝 一个欧丝 一个梅 一个欧丝 就这样而已 雄跟磁 这两个字不好记 因为这个母猴 我是直接用中文把它翻过来的 哈萨鲁是对的 哈萨鲁是对的 日文也是 小孩子就 小孩子就 一样啊 一样 一样 这是 谢谢 可萨鲁 没有 这是一样 可萨鲁 没有问题 这个没有问题 这不是中文的问题 可萨鲁 哈萨鲁 一样 知道吗 但是这边还有一个问题 还没有讲 我先告诉各位是这个 这个 老师对不起啊 请说 前面那个 呃 我们西罗卡塔 不是过去试吗 他用大力的话 一定要过去试是吧 是的 因为他嘛 我们讲过碰到他的时候 他要因变嘛 对不对 所以他 但是不是过去试就对 不是不是不是 好的 因为碰到他的关系 所以一定 一定要 那个这个也是啊 那动词是不是碰到他 也要因变 我都乐鲁 变成可以 思习无知乳 是用过去式的变化 是不是 哦 是他的 所以 他的话 变成要变就对了 谢谢 对 没有错 谢谢 我们讲过 变化 变化的时候 碰到他 有三个句型而已嘛 第一个就是他 代表什么 过去嘛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 他啦 表示 假定嘛 对不对 第三个就是 他理由 对不对 这个表示 做什么 又做什么 这一个的概念嘛 这三个的变化都一样 一样 都一样 好 因为都是什么 他 他的关系嘛 有没有 第一个字都是他嘛 有没有看到 这个都是他的关系 所以要产生 因变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三个的变化是 一致的 有点了嘛 哦 这个就是 用词 变变 对不对 不以思绪无知度嘛 形容词 怎么样 变成 去一 加上 他 再加 处音嘛 对不对 再加 他嘛 就这样 是不是 那这个也是一样嘛 这个变化 也是一样啊 我这个 全部照抄而已嘛 不是这样吗 因为他是 第一个字是他嘛 他形的变化嘛 这个也是一样嘛 有没有看到 可以吗 这样同学可以了解了吧 很了解 谢谢 好这边贴也是一样 我们讲过贴形的用法 是不是变成这样 对不对 没有 这次是什么 连续的动作嘛 我早上起床 吃饭 散步去 一个 两个 三个 对不对 好 那你看 如果我是这样 我 这两句有什么不一样 这边单纯的贴 这边贴卡拉 按照刚刚的解释 早上起床 吃饭以后 我都会去散步 什么时候散步 不知道 我吃完饭 马上就去散步 变成什么 我一吃完饭 马上就去散步 这个 我吃完饭 散步 过多久才散步 不知道 但是我一定会去散步 可能十分钟 可能半小时 可能一个小时以后 我才去散步 这个是 吃完饭 立刻去散步 所以有没有看到 贴卡拉 立刻做 有立刻的概念 这个 有秩序 没有立刻的 这样 了解了吗 最后一个 什么叫做主动作 好 弟弟 我都都 我 弟弟 弟怎么样 一边吃饭 一边看电视 对不对 吃饭是主动作 还是看电视 是主动作 吃饭 吃饭 所以要 所以要 电视 肉 看电视 一边吃饭 吃饭 这个规则要记住就好 主动作是 吃饭 要放在后面 要放在后面 弟弟一边听音乐 一边 怎么样 念书 音乐 用第二变化 用第二变化 什么样 研究 する 有没有看到 主动作 放后面 这个就是 Nagara的限制 这样应该清楚了吧 有没有问题 请问一下 贴跟贴 那前面那个 打了打了不是有 有形容词变成 卡打吗 那只要贴跟贴 形容词变成 可以吗 有这样的技术吗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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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要 一定要两个动作 你形容词是动作 就不是动作了 状态啊 这状态可以是吧 可以啊 所有都可以啊 所以 不管什么剧情 四种都可以 名词也可以啊 知道吗 只要贴形 两个动作 两个身份 我全部都可以用贴形啊 宗旨形 全部都可以啊 是不是 两个状态 又漂亮又可爱 可不可以 这个东西又便宜又好吃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全部都可以 了解了解 还没有问题 这四个要一起学会 很重要 这个 绝对要把它记起来 很重要 而且在日文里面经常看到 对比的句型 这四个 我把它用框框框框起来 这比较容易整理 这样各位就以后就不会看错了 这个比较 可以吗 这个重要的变化 你要所有的变化的 可以 好 我 讲变化给你嘛 这个地方 好 它行跟贴行是一样的 所以这三个变化是一致的 这样知道哦 这三个 前面三个就是 变化 然后五段 后音变 对不对 加 啪 或者黑 哦 对哦 好 再来 上下段 例如 加上 八 或者黑 好 再来 八变 一变复习下 好 变成 T 加上 A 或者 黑 对不对 好 再来 杀变 用 C 加上 A 或者 黑 好 还有 这是 动词的部分 好 这个 我把它整理在一起 让同学一目表然 好 很好的建议哦 好 同学看 接着 形容词 我形容词 我怎么变 对不对 C B 加上 P 加上 黑 这不一样的哦 先加他好了 变成 他 再加上 触音 对不对 对不对 再来 续音 加上 乌 加上 黑 可以吗 好 再来 形容动词 形容词的变化 是一致的 好 他怎么样变 过去式就变成 他 加上 触音 他 对不对 进题 对不对 好 再来 黑形 直接 就结束了 这个就是 黑形 他 形 所有的变化 有没有问题 我把所有词性 都全部讲出来了 没有 动词变化 就这样变 形容词 变化 就这样变 形容动词 名词一致 就这样变 他形 贴形 他形 贴形 他贴形 他贴一样 你要记住 动词是 贴形 他形 一样的 变化 一样 形容词 不一样 形容动词 名词 也不一样 各两个 这样 比较 清楚 完整 有没有问题 没有 这个让 对不起 那个 那个贴 那个 形容动词 下面那个贴 请再解释一下吧 好 形容动词 因为他牵涉到长体变化跟进体变化 对不对 这个是长体 data data 进体是不是 data data 长体就data 处音data 变data 这个就是长体的过去式 进体的过去式 这样可以了解吗 下面那个贴 data 是宗旨型 这个是宗旨型 对对对 tata 他没有tata 名词跟形容动词没有tata 他一定是data 不是这个宗旨型就跟 大喇啦 那个不没有关系嘛 跟 没有这个就是这个啊 这个连续的动作两种身份 我举个例子给你看就懂了 对对好谢谢 我举个例子 你就会想法 一起 我举个例子 我举巴 我是先生 这是 对不对 我举巴 我的辅助 我是老师 我是老师 我是台湾人 对不对 没有问题过 对不对 我举巴 我是老师我是台湾人可以吗 两个句子我现在用宗旨形把它变为一个句子 这个就是这样 A型一点结束 这是我先生的台湾人 这个我也不要 有没有看到 这样了解 他就是这个的 是不是宗旨形的概念 这个就是第一一个动作两个动作 这个是不是一个身份两个身份我两个身份 我是老师是台湾人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这很了解 谢谢 可以 很清楚 好同学还没有问题 好最后这个Nagala的用法 变化要注意 Nagala基本上只用在动词 注意 Nagala 动词用第几变化 第二变化 它是没有变化的 它是没有变化的 知道吗 我们讲过日文动词的第二变化 后面多半都是接什么 一结尾 一结尾 或 乌断结尾的字 对不对 只有这一个字 不是乌断 也不是一结尾的字 只有这个字 所以这个算例外 第二变化里面的例外 要特别注意 可以吗 这是用第二变化 Nagala 只能加动词 还有 比较高级日文才会出现的 名词 加Nagala 表示 是同时兼具的身份 先生Nagala 他明明是老师 就怎么样 那样的字 知道吗 名词直接加Nagala 就行吗 对 不用 因为他 我问你 第二变化加Nagala 第二变化等于什么 名词化 没错 就这样的概念 Habe Nagala 就一边吃 先生Nagala 表示 名词可以加Nagala 对不对 你们看到 这就是我跟你们讲 要忘掉文法的观念 就在这边 第二变化 第二变化 是不是就等于名词化 名词化 是不是就等于名词 是的 就这样而已 所以 他就不加Nagala 了解了吗 了解 嗯 老师 你这个可以举一个例子吗 比如说 明明是老师 他是同时是老师的身份吗 我去试试 他明明是老师 还明知故犯 还翘课 他不上课 就是这样而已 他很简单 就是这样用 翻译中文 大概就是明明是什么样的身份 然后怎么样 明知故犯 那一种 Nagala的用法 这个 比较到 N2 N1才会出现的巨型 我们比较不习惯这个巨型 但是这个 就是这么简单用而已 了解了吗 了解了 我希望 我希望各位把所有巨型一口气 该学会的相类似的东西一次把它学完 这样你才能够完整 这个完整性才会高 是吗 可以吗 好这边我特别用 黄色的字把它框起来 这样比较容易看见 万倍吃掉 可以卡了 没有一个 Nagala 这四个 一定要一起记 还有没有问题 这个部分 老师对不起 对 沙漠里 沙漠里怎么讲 沙漠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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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动词原型是沙漠里 沙漠里 沙漠里 沙漠里的意思是教科的意思 教科 谢谢 没有汉字 所以这个比较不好记 这个我把它注明在后面 所以变成Saborimasi Saborimasi 因为他是老师 所以用静体来讲 就这样 可以吗 了解了 这个不好记 Saborimasi 还没问题 对吗 对不起 我这两天因为忙着学校 要准备其中考 还没有回信 我本來是想利用明天後天才為慶 你再把那個再講一遍 沒關係,很好 我就說 那句是 這句是 人家人 今天有小時候搬 我從你的信件複製,你用個人寄給我是不是 文法班的 等一下我看 黃泉 小說文法班 因為我的那個群組太多了 真不好意思 來,我拿給同學看 小 我在上 在上 這個 我看 在上 這個 這個 好 同學看 好 我把它貼到這樣比較快 好 來,同學看 這個 這個就是一樣的用法 我要各位去記住就好 來,各位看 學費 我剛剛送出 學費 這個地方 其實把它改成 什麼比較好 工作結束了沒有 結束了 所以用 所以用 比較好 也可以 可以 這樣子 送出 這個是可以的 我只是要讓各位多學一些用字 不要背 好,這邊很好 各位看 有沒有看到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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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小説class 很好的句子 没有问题 只有用字稍微一两个字 习惯的用法就这样 不要用班 班是中文的讲法 所以用class比较好 这样了解了吗 了解 谢谢老师 这个就是Naga 有没有这很好的用法 一边感到有点可惜 可是因为实在我有另外有约在先 所以没有办法出席 这个就是我希望同学我用的地方 很好这样是对的 这个就是Naga的用法 有没有看到 我把它改成红色 老师日语用先约是有约在先吗 先约可以 可以 可以用 可以 没有问题 特色 先约在先 有先约 或者是说 你直接用約束价里 也可以 也可以 你也可以用什么 OK 我预定了 所以不会有限制 唯一的 所以有同学 很多同学问我说 老师 你那个课本里面 那一些答案在哪里 我说没有 他说那怎么办 因为不可能有标准答案的 每个人写出来 他习惯用字措辞是不一样的 哪一个最好 没有 哪一个对 都对 所以你怎么去给学生一个标准答案 语言不可能有标准答案 语言如果用标准答案 那就你就被限制死在那边了 我不希望同学们用标准答案来限定自己的学习 那个千万不要 像出版社他要帮我出书 他也是问我同样的问题 我就跟他讲 没有 他说那怎么办 我说没关系 我愿意做售后会务 学生有问题 请他把他写的答案传过来 我负责帮他改 我说这个做 我做 因为为了要教会学生 我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来补齐不足 学生难免都会有不安感 我都了解 但是你说要我给学生一个标准答案 我绝对不要 因为那样会害了学生 所以我在学校考试 我绝对不会有所谓的标准答案 但是很可惜的是 台湾的绝大多数的老师 全部都有标准答案 学生只要跟他的答案不一样 他就扣一分 扣两分 意识一下 对不对 不对 因为那样是违反的语言 他的本性 语言是活的 你不能把他弄死掉了 这个是我绝对坚持的部分 我要让他一直活着 不断的在变变变 我宁可同学多看 你在看的过程里面 你会看到不一样的表达方式 这个这些东西 我都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住 这个才是我希望同学学会的语言 你看我们学的是 但是这位同学很好 他会用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我不能讲说 同学你没有写 错 扣一分 扣0.5 这是什么 这是不对的 那个就在扼杀学生的灵活运用 日本人会不会用 我问你 日据里面 这个就是日据的 星期五的剧场 他专门演 Suspense 就是悬疑片 全部都是 在礼拜五演的 有没有这样的用法 有啊 当然有啊 知道吗 所以我不希望各位 类似版本的去记就在这个地方 知道吗 可以吗 还有没有问题 是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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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对不起 这个是错了 对 这不是 所以因为自动转换 老师对不起 我以为是还可以 用 没有 是我错了 是我错了 谢谢老师 因为没有注意 我发现这班同学 好名字 我都没有注意到 那个 像刚刚同学提醒我 那个 那个 没有 因为打字 还有转换 自动转换 这个字 读音 难免都会错 有时候都会错 真的会错 谢谢 谢谢 老师不好意思 请问一下 这里的 那感 是不是有一点 那个 密接的 那个 语感 在里面 就是 因为 常念本来就是负面的 我的意思说 他的用法 是不是跟 那个 那 的 用法 不要 不要想那么复杂 不要 你就记住 名词加 就是含有代白 一边有这个东西 一边怎么样就好 不要 不要去联想太多 不要 知道吗 跟这个一样 一边是老师 他一边翘课 那个啦 还不是一边怎么样 一边怎么样 不是吗 他动词是不是 也是这样翻译 那一边当老师 一边翘课 一边感觉很可惜 一边 没有办法出席 对不对 我感到很可惜 因为没有办法出席 我这样概念就好了 同时存在 我中文 我是想说 这个地方 是不是 就是有点 不好意思 就是 很对不起 就是 今天 没有没有 我对不起的意思 这只有 自己觉得很可惜 我带有一点可惜的感觉 没有办法出席 是带有一点可惜的 同时存在的 是不是 哪个啦 是不是同时存在 对 你要去注意 哪个啦 本身所代表的含义 是同时存在 用这样概念去界定 来你看这个 先生 成像 Oculus 轧 跟 为何 廖 ensible 身体 捨立 你 这两个动作 好 所以我只要用這個定義來定義Nagala就好了 管他前面什麼詞 我問你嘛 Kiki什麼詞 名詞 Ming Ming Ming也是名詞 Sensei Ranen 名詞 就這樣就好了 實際上它是全部都一樣 所以你們現在有沒有發現到 我一直跟各位強調 第二變化是不是等於名詞化 對就是這樣 所以剛剛同學很敏感的 他在問我說老師只有動詞嗎 所以我就接著跟你講 名詞也可以 為什麼第二變化你們就知道 名詞一定可以 就這麼簡單 那我再問你 我如果把它變成 Oishisa Nagala 可不可以 可以 當然可以 因為它也變成名詞化了 了解了嗎 了解 那就是我跟各位講的 要把文法忘掉 你忘掉文法 所有東西就全部跑出來 是不是 對 謝謝老師 不會 好 其他同學 這樣可以 了解了 還有沒有問題 沒有 好 這邊還有一個東西要學 很重要 Midatokoro 要記住 這邊變化錯誤了 Midu沒有出音 就這樣 現在的問題在哪裡 突然間母猴背著小猴子 出現這樣的動作 這個時間點 對於這個時間點 我覺得我被嚇了一跳 而且感到很有趣 Follow 本來是 表示地點 對不對 本來表示地點 同學注意 這個很重要的句型 這個又是另外一個 為什麼我說這個一定要讓同學知道 這裡面的句型 太常用太常用 好同學看 Midatokoro 它是顧家 那個 各位注意 本來是這個字 念成 Tokoro 本來是指 場所 場所 是 天 地點 的意思 好 這邊 就被用來表示時間 Midatokoro 還有 Midatokoro 再來 Midatokoro Midatokoro Midatikoro Midatokoro 還來 Midatikoro 現在是見ている 的句型 見ていた 的句型 有什麼不一樣 這個時間點 是怎樣的一個時間點 看完了 舉個例子 本を見たところ 本を見るところ 本を見ているところ 本を見ていたところ 所有不一樣的地方在這邊 他 る ている ていた 我問同學 第一個 時間點是怎樣的時間點 第一個時間點是書已經看完了 什麼時候看完了 這個 ドコロ 他轉為了 時間點 的概念 好 本を見たところ 什麼時候看完了 看完一段時間了吧 我問你說 我問你說 我借給你那本書 生日子 神日子 カリタ 本 都 なりましたが 前幾天 借給你那本書 怎麼樣了 你說 ミタ ミタ トコロリス ミタ トコロリス 中文應該是指什麼 什麼時候看完的 什麼時候看完的 他講的時候已經看完 剛剛看完 沒錯 我剛剛看完 這個動作 跟結束的時間點 他知道嗎 可以了解 好 那這個 ミタ トコロリス 還沒有看 很好 好 同學注意 我這邊問是這樣 神日子 阿里達 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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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幾天 對給你的書 怎麼樣了 你說 本語 ミタ トコロリス 這表示 我剛剛怎麼樣 看完 那一本書 剛剛看完 我講話的時候 這個就是 說話 十 剛剛看完 對 那我知道嗎 那這個呢 準備 準備要看 看了沒有 還沒有 沒有看 可以看 因為現在是 代表未來 我準備要看 開始要看 或者是 對 那樣的感覺 可以了解嗎 來 本語 ミタイルトコロ 正在看 嗯 正在看 正在看 來 本語 ミタイルトコロ 看到 看到剛剛為止結束 對 從前面 某個時間 對不對 從前面某個時間 到什麼 到 然後 剛剛 看完 這樣的 感覺 也就是 有持續性的 動作 這樣 可以了解 四個時間點 不一樣的地方 可以嗎 這樣可以了解嗎 可以 這個要特別注意 這個 很微妙的 差異 差異 只有在哪裡 有沒有看到 他 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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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法都表示时间点很重要 有没有问题 这个很重要很重要 老师只有mita-dokoro 这个角度时间点 我看好像常常会dokoro 常常用在时间点上面 是啊是啊 他只会用mita-dokoro 可以拿 只有mita-dokoro 是这个动词会有dokoro 没有 所有动词都可以 我举个例子给你看 我打电话给你 我给你约好 9点要在淡水捷运见面 我问你说 你现在 你现在人在哪里 对不对 没有问题吧 你回答说 我后面把答案告诉你 这个是 yaku soku wa 我们约好九点在淡水捷运站后面 那我问你说现在都已经八点三十三分了 你说 Igu Tokoro S 再来 Ita Tokoro S 没错 全部都可以知道吗 任何一个动词 再来 各位看是不是一样 U 对不对 他 你现在人在哪里 在家还能出门吗 准备出门吗 准备出门 你家住在士林你现在还在家 我要不要等 打死我都不等 对不对 好 再来 Ita Tokoro 你人在哪里 你已经出门了在路上 不对 刚出门 不对 快到 Ita Tokoro 我刚刚到 刚刚到 我还没有出淡水捷运站 对不对 刚到 来 Ita Iru 他在路上 对 我在路上 对 我在路上 对 我在路上 这个时候我一定会 在乎问 Ado Nanbun Skot 对不对 还要几分钟 这表示什么 我会等 对不对 这个我一定回答 你不必然 你不用来 Mallee Dai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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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a Tokoro Daisy 反正你已经到了 对不对 跑过来都可以 好 你这一台就好了 也是刚刚到 对 我转来转去 我坐错车了 结果跑到台北去 我要跑回来 已经快点 刚刚到 对不对 我花了一段时间 总算到了 那样的感觉 知道吗 这个是 我就会讲 讲周 对不对 你总算到了 周 对 总算来了 反应都会不一样的 知道吗 每个动词都可以这样 这样用 比如说我打电话给你 今何をしていますか 你现在在做什么 你跟我讲说 你在做什么 正准备要吃饭 对啊 已经吃饭了 还在吃 还没吃完 对不对 那我跟你讲说 刚刚吃完 对啊 是不是 每个字都可以用 当然 这样了解 我只是故意举这些例子 让你去体会 什么样的动词可以用 怎么样用 了解了吗 了解了 谢谢 这样很清楚 老师 这样子的话 对 应该是 可以长手 也可以时间 可是 我们一般都强调长手 是不是这样子 对 有什么 只要用在时间上 有什么特别 或者是 那就是特别 这是特别 它是用动作的地点 来表示时间 所以说 这个时候一定要接动词就对了 是不是这样子 假如特科罗要 要当着时间点的话 对对对 你没有动作怎么会有时间 就是用动作 做了可以表时间 没有错 这样子 那很好 谢谢你 那可是跟动作 结合的话 可以用长手吗 去哪里 去哪里 去那个地方吗 有没有这种意思 有有有 也可以啊 也可以是吧 对对对 你要 这个 你要 这个 这个 对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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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这样 这样很清楚 谢谢老师 是不是 是 你接下来要去的地方 在哪里 对不对 那都可以用的 没有问题的 是是 所以 为了区隔 有没有写那个汉字 写汉字出来 一定表示地点 写这个 就有可能表示时间 这样了解吗 所以 好 现在问题在哪里 既然这边表示时间 同学看这一个例子 你看 Midatokoro 变成什么 这边 我看见他背着小猴子的时候 对不对 我感到什么 吃惊 同时 又觉得 很有趣 这边的 Dokoro 是指地点 还是时间 感觉是地点 对 感觉嘛 如果我是看到 这个的样子 我是看到 他的样子 不是看到 他的时间 看见他运送 这个猴子 背着猴子的 时间吗 还是 看到 背着猴子的 样子 你觉得 这边用Dokoro 比较好 还是 其他的 代名词 比较好 其他的代名词 比较好 如果要换成其他的代名词 要用什么 比较好 用什么 又是可以吗 用什么 样子 又是 又是 样子 可以 还有什么 也可以 我都 我看到这样的事情 或者是什么 状态 优态 可不可以 可以的 我的意思 就是说 这边 你要用时间来表示 还是你觉得 他的样子 他的事情 这件事情 你是对 这个时间 表示看到这个姿势 这个样子 有趣 吓到 还是这个时间点 我被吓到 我觉得有趣 这个的问题 了解吗 这个有一点怪怪的 这个地方 这样 让同学们可以提 会的吗 可以 因为这边出现 斯纳达 这个比较大的问题 是在这边 了解了吗 但是 我还是希望 同学把这个表示 时间点的 这个要学起来 非常重要的表现 时间点 你的动作点 你们 有没有同学在 每天会在 运动跟跑步 你有在跑步 有在见走的同学 你就会感觉 这个Docoro的用法 为什么 你在跑步 或者是 见走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到 时间跟空间 两个 同时在改变 对不对 我们跑到哪里 在跑十分钟 那个环境 整个都改变 所以 那种概念就是 把地点拿来当时间用 我几点几分到哪里 我几点几分到哪里 那个就是 时间地点 空间 时间是 同时存在的 概念 这样 知道吗 有没有问题 没有哪个比较 完全取决于 你要表达的重点是什么 完全取决于你要表达的重点是什么 完全取决于你要表达的重点是什么 这个 子供を生に運んでいる 日文基本上最直接讲的 A小孩 应该怎么讲 A小孩 我会告诉各位 课本都没有教 绝对不会 这个字 我是在日本 学会的 我去到日本才会这个字 真的实在 讲实在话 这个字 要不是 我去日本 我女儿在那边出生 这个字 我绝对不会 因为在课本 从来没有学过 你找不到汉字的 就是背 中文的背 怎么办 有学过 有汉字 口 这个都是小孩子的专门用语 正常的单字是 但是绝大多数 口语的用法 全部是 小孩子对妈妈讲说 妈妈抱我抱我 这样知道吗 音符就是背 音符しましょう 我来背你 音符 这个 する 就加上去就可以了 音符就是背 抱 这个都要 记住 还有一个 爱海 啥 啥 那就是中文的爬 小朋友在学爬 这个要注意 学县那个 Ducko是一个单字 是 Ducko就是一个单字 它不是Ducko 不是Ducko 就变口语的 很口语的 这样知道 嗨嗨就是爬 一步一步爬 一直爬 一直爬 就是嗨嗨 它本来是 哈五 这样 这是这个转过来 这几个字 全部要记 没有 Shiko 对 用口 那都会要记 Shiko是 五变 用口是 大变 这比较 简单 现在只要念一次 你以后就会记住了 小变 Shiko Shiko 比较简单 我们对中文 对小孩子 叫他尿尿 也是 嘘嘘 嘘 那大变就 用力 嗯 嗯口 Shiko 嗯口 这样 所以 小朋友对妈妈讲 都会讲 Oka-san Oka-san Oshiko 我要小变 就这样 Oka-san Oshiko Oka-san Oshiko 大变跑出来了 就这样 这个全部 这几个字 希望同学 顺便学起来 所以 这个地方 我就可以直接怎么改 同学看 前面这个地方 是不是 Haha-san Haha-san Kodomo 就直接什么 Ombu Sunga-tao Mita-dokoro-ni 就可以了 你就不用 背在背上 就Ombu 就可以了 了解吗 所以 这个地方 我就希望 各位把 这些单字 学起来 重要单字 课本 绝对 学不到 这个 这几个 重要单字 希望各位 记起来 慢慢记 你说 不会忘 会 保证 你忘掉 重要 不重要 忘掉 以后 还会再 相见 不要担心 可以吗 好 这边 有没有问题 Ombu Da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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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背 看过 你大概就会 有印象 但是Daku 这个 比较 难 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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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kko Ungko 这个都 记一下 还没问题 所以我说 同学学这样的例子 让我们学到很多 这个就是我讲的 同学不要以为 你学出来的东西没有感觉 我可以告诉你 影响很大 影响很大 非常非常的 可以吗 今天讲到的 TariTari TeTeTeGara 以及Nagara 的用法 希望各位 要花一点时间 把它 分辨清楚 第二个 讲到 Dakoro 这个四种 时间点的 差异 我希望各位 也是一起 把它 记住 那这些单字 记得住就记 记不住 没有关系 以后 还会再看到 不用担心 可以吗 来我们把这几个单字 稍微念一下 那个麦克风 不要开 怕会 共鸣 声音会很大 自己念 听得到就可以了 来跟着念 Om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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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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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i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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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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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cco Oshicco Taku %,Paku Ta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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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co 一個詞 一個助詞 一個詞 一個助詞 一樣 一個詞 一個助詞 一個詞 一個助詞 最後感嘆詞 那 好 我們去看 這樣 他說 進入溫泉之後 宇寺裡面的意思 身體直立得著就好 可不可以 可以 这个就是我讲的 第二变化 可以当成中止形 对不对 但是这个地方 要不要贴 都可以 这就是我跟各位提醒一下 好 就是进入温泉之后 身体就马上变暖和了起来 感觉非常的 爽快舒服那样的意思 可以吗 这边有没有问题 这边比较简单 五姬这个字 稍微注意一下就好 这个就是 家也可以当五姬 还有一个内 这个就是 在什么什么之内的意思 所以这两个字 都念成五姬 这个知道一下 大家看到 这个以后你也可以知道 这甲介字 这比较旧的字 也是念成五姬 家里 家内 都是一样 了解了吗 有没有问题 这边句型比较简单 老师你说那个 里的乌鸡就有家内 家里吗 没有啦 我讲过训读曲奇异 有没有 家里面 家里面都一样 所以这个从哪里来的 日本的 玛吉 玛米 撒豆节 有没有 每年的二月三号 他们在撒豆的时候都会讲 这一样 他们一边撒豆 一边嘴巴 就念念有词 Fukuwa Uji Oniwa Soto Fukuwa Uji Oniwa Soto 就是说 不去请进门 妖魔鬼怪请你给我滚出去 那样的意思 所以这一种习惯 就是在日本常见的一种用法 希望各位了解一下 可以吗 这个有没有问题 这边比较简单 可以吗 你说老师这边只能讲5G吗 5G就表示在那个时间点里面 我把5G改成TOKI 可不可以 可以 这个字 有没有看到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那就是我告诉各位 我在运用上面 我怎么样去 用其他的字 来做进一步的替代 你们现在可以慢慢慢慢的这样去练习 这样练习可以让自己学到更多 你们已经不是初级程度的学生了 你们可以把它放得更大更开一点 你可以学得更快 什么样的字 我可以拿来替代 什么样的字 不行 你自然而然 就会有所思考 了解了吗 这边 还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 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一句 每一句就很快的 好 再来 那简单没有特别的 我就没有 在像前面这样 举例给同学听 好 再来各位看 一个词 一个助词 一个词 一个助词 一样 一个词 一个助词 一个词 一个助词 这个也是助词 特别强调 好 一 一个词 一个助词 没有了 好 同学看 第一个 それから 然后 家族 你 芒果 和 我 十 九 四 四 表示并列 完整的句子 然后 为家人 做晚餐 所以这边 你 间接对象 我 直接对象 做饭 为谁 家人 你把这个你 当成对象 间接对象 也可以 直接把它当对象来看待 也没有问题 这他动词 所以用哦 用这样去解释 他 也没有问题 好 做完晚餐之后 和女儿 怎么样 去电影院 看 名字叫做 金木 这个是金木 这个又拼音拼错了 这是东野归吾的一部片子 叫一本书的名字 叫做沉默的这个应该是什么 行列 这游行的行列 パレート游行嘛 去看了这样的电影 度过了美好的一天 一期を 過ごしてしまいました けしまう的句型 那就是 けしまう的句型 到最后结果度过了一个美好的日子 美好的一天 好 现在告诉同学 C这个字的用法 C这个字 基本上前面一定用句子 加一个C 中间暂停 再来一个句子 这个 各样的句型 代表 并列 一个动作 两个动作 好 我问同学 代表并列 我们在以往学过的 有哪些方式 可以代表并列 三字的时候 代表并列 怎么样用 什么可以代表并列 代表并列 就代表并列 没学过的 我们学过的 代表并列 还有 很好 还有 摸 摸 摸 还有 很好 那么多 知道吗 好 同学要记住 押表示什么样的并列 全部部分列举 对不对 它是代表一部分的 那拖呢 全部 全部列举 对不对 摸呢 摸 的意思 对不对 然后 也是全部列举 但是它带有一点点什么 疑问 不确定的 不确定 全部的不确定 全部 但是 加了一个 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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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要稍微注意 是 安字 对 安字 如果是句子 对句子 就要用什么 西 要 特别小心 这个的用法 希望各位 顺便把他 学起来 这个 这个规则 算 重要的 然后 西这一种 他通常跟什么来做对比 我们都知道 句子 有什么 对不对 拉上 句子 你有 什么 node node 各样的 句子结构 哦 表示什么 cara 代表什么 瞬接 对不对 拉代表什么 逆接 对 逆接 逆接就是颠倒嘛 node 也是什么 是 瞬接 node 一样 逆接 用这样去记 一起记就好了 这四个 跟前面 是并列的 这样 可以 体会吗 这个 有没有问题 因为这个讲过很多次 我就 用 简单的方式 我就不再举例 只是让各位 了解 这样的 用法 句子 对句子 怎么用 这个句子 对句子 跟单字 对单字 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都要知道 可以吗 然后我把这个装到 箱子里面 比较好整理 这边还有一个东西 希望同学 顺便学会 没有我希望你们现在 慢慢 要去改变 各位看 应该怎么跟同学讲会比较好 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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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 这样好 我要同学顺便 整个句 记住这样的练习 如果是句子卡拉 是顺接逆接 对不对 没问题吗 如果是单字卡拉 就变成了什么 主意 没有 虫 虫 对不对 最后 看 这就是 六字卡拉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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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是 那这个就是 就是刚刚刚同学讲的 主意 主意 就这样 单字的が 私が 先生が 友達が 田中さんが 同样都是住词 单字跟句子 意思就不一样 我希望各位去做这样的对比 有没有看到 这样的对比 你就可以把 很多东西 重整在一起 这样的重整 对各位是有帮助的 有没有问题 老师 C的话 有没有 逆阶 腺阶的问题 没有 它是并列 这个要特别小心 并列 跟他不一样 都是相同的 对 相同 这家店 很好吃 价格也很便宜 但是他没有所谓 瞬间 虽然怎么样 可是怎么样 因为怎么样 所以怎么样 没有 这家店 好吃 又便宜 便宜 就是并列 可以 好的 谢谢 还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 还有一个 要学 那些 就是并列 那些 这一个 这一个字 这个又是一个比较 第一个 それ から 一个 是 そして それから 是怎么样 像这样 像这样 是 有文字 有文字 那是 有文字 有文字 我把他变成终子型 我先在邮局买了邮票 然后去银行存钱 这样子哦 这个就是Soreから 然后的意思 翻成中文 可以哦 好 Soste怎么用 完全一样 我把它复制下来 贴上去就可以了 好 有没有看到 这两个的用法 不一样 这个就是 翻成中文 现在邮局买了邮票 然后去银行存钱 这个是在邮局 买了邮票 随手存钱 顺便存钱 这个就是 如果印要翻的话 就是顺便的感觉 这个就比较出现在一个 然后 然后 什么事 我这个把它抓到这边来 比较容易懂 Soste 可以吗 这样可以懂吗 两个不同地点 换一个场景做另外一件事的时候 用Soreから 在同一个地点做两件事 就是Soste 顺便的意思 一个 然后 可以吗 有没有问题 同学用的这些巨型 我真的跟各位讲 都是 N3检定考试 经常出现的巨型 经常出现 所以 看到这些巨构 你就可以了解 自己应该怎么样去运用 有没有问题 这个部分 Soreから跟Soste Soreから就是 两个地点 Soste就是一个地点 做两件事 在一个空间里面 做件事 Soreから是两个空间的感觉 这样 可以吗 了解 好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接着看下面 因为没有很多句的 这个都比较简单 好 各位看 先把它转换一下 好 On sceneに 入る言葉 本当に 人生の 最后の楽しみで 这边的で 中止形 这个是 KARADA 这个训读 应该念KARADA 但是这个汉字 有问题 KARADA も 心も 気持ちよくなります 所以 这个地方 注意 这一边 这个 身跟 身体的用法 要注意 PARADA 应该是 提材对 他对 你 这个字 不一样 要注意 这两个 身体是不一样的 身跟体 读法不一样 所以一般来讲 就是KARADA も 心 KARADA 那这个身 通常用在哪里 音读 心臼 这个注意 身高 TAIJU 记起来 身高 体重 这个很常用的单字 要记住 不好念 心臼 TAIJU 就这样 可以吗 好 这边还有一个 温泉に 入る 为什么用你 进入 对 由外进入里面 这件事 像他这边讲 KOTO 就很好 进入温泉里面 这件事情 真的就是 人生最高的 喜乐之一 因为 可以让身体 心灵 都感觉 很舒服 这个就是 KIMOJI YOUGU NARIMASU 这样 知道吗 好 这个地方 让各位 了解一下 没有问题 这边 还有没有问题 表示 什么也怎么样 什么也怎么样 我们 看到好多个 HONTO NI 什么词 副词 副词 我们讲过 最主要的助词 不是NI 就是TOU 可以吗 这边 还有没有问题 老师 请说 KALATA跟MI 真正的差别在哪里 KALATA 不是 跟TOU TOU 应该是很清楚 但是呢 你说那个刚刚MI 改成KALATA 是不是 汉字 也要改成KALATA 是 这个MI 通常是用在 旧字 文章题 比较常用 我们现在 口语题的讲法 全部用KALATA 很少用MI 这样知道吗 好 你看音读 一个训读的用法 就这样 这样 了解 谢谢 谢谢 还有没有问题 这边的文法 都比较简单 我就没有特别 拿出来 就强调 洗澡 要注意 日文的洗澡 要注意 O KURU 你 入 这个是一种讲法 另外一个 SHAWA 要用O 浴びる 名誉 这两个讲法 要注意 这两个住词 不一样 你 从外面进到里面 O 直接对象 SHAWA を 浴びる 这个用 浴びる 专用的动作 浴びる 不能用 SHAWA 其他的动词 O 風员 泡澡 一个泡澡 一个淋浴 一个用N 一个用O 这个请各位 小心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这个只是同学希望 来这个了解一下就好 もし 假如 通常mosi出现后面比较常用假定情 对不对 所以 もし 間違いがあったら 假如 有错误的话 添削 していただけないでしょうか 可以麻烦你帮我添加或者删减 添加删减 这个用法 很难的单字 这是N2N1的单字 onegai shimasu 就说拜托 请帮我 加加减 也就是修改一下 可以吗 就这样的意思 这个同学 这个同学可以学起来 用法就这样 有没有问题 这个部分 もし出现后面通常都是用假定情 假如怎么样的话 假如有错误的话 假如有不好吃的话 请你告诉我 教えてください 这个也可以用 教えてくださいませんか 简单的用法 也可以 可以请你教教我 告诉我吗 如果不好吃的话 也请你告诉我好吗 那样的感觉 可以吗 有没有问题 这个部分 没有问题 你的いただけない 我跟いただきます 那个 那 是 这个变化 这个变化 怎么来的是这样 你看 这是 原形变成了 可能行 有没有 变成 可以吗 对不对 那变成了 以 他 打 给 内 客气的 用法 用否定 代表客气 有没有 这样穿着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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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 k加 l 对不对 可能行 再变成 可能行的 否定 代表 客气的 用法 代表客气 否定 代表客气 只要在家 推量 立修 就这样 我希望每个同学 所有的变化 你自己要去慢慢体会 不懂的地方 不清楚的地方 就像刚刚 大哥问一样 就问 一点点问题都问 问到懂 知道吗 问懂了 一次看懂了 以后你就不会出错了 老师 不好意思 可以请问一下 像我这一次 这一篇这样子写的话 是不是还是很中式的日文 是的 是的 那我们要 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去思考 才能 就是比较像是 日文的写作方式 因为 你是用翻译的 因为你先 想中文 然后 再写日文 对不对 对啊 因为 就是你在 构想的时候 就很 不要这样 想安 我跟你们讲过 不是用一个词 一个住词 一个词 一个住词 一个词 一个住词 这样去架构 比较好 你用中文的概念 去思考的时候 当然就会 带有中文的味道 很重 举个例子给你看 像这个 我随便举个例子 像猴子 这个 等一下 猴子 猴子 好 猴子这个地方 对不对 对 如果 我 我写的话 我大概就直接 我大概就直接 我看 我看 我一看到 就怎么样 就感觉怎么样 这是一个词一个住词 一个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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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去修饰的 对不对 好 我也可以 如果真正日文的表现方式 更明显的就是什么样 我看到 我是不是更可以这样 对 对 这样是不是句子缩短很多 而且不会那个 中文词的感觉就跑不出来了 了解了吗 一个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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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修饰就好 不要想太复杂 知道吗 没有时候会想太多 不要 了解吗 我的出发点要先从动词然后再往 没错 没错 不能要表达什么样的概念 我想我就直接外达 ��词 对 用动词去出发然后 concept 信озд 四个词性都可以 数语先讲 数语先出来之后 然后再慢慢加进去 上次只教你们那一种方法 八大剧情 然后再回想到人时地务事 然后再加上十八阶续修事 就这样 我以后就 不会了 慢慢就越写越好了 你像现在你插入这一种句子 都写得很好 像这个都写得很好 知道吗 这已经都写得很好了 那个架构已经都成型了 只是逻辑上还是中文的味道 还是很重 知道吗 好 谢谢老师 好 再来看最后 我们把这个看完 还有一点时间 没有问题 好 同学看这个 我同学看 日本語で 友達に 特意に 話せ 出 Swami 出带 接下文 Native 假定型 研究学校で1ヶ月にロングステイの方が良いです 教えおしゃった 教え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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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のどうするожет 我忘了这一遍是哪位同学 同学有没有在线上 有 好请告诉我 你这个都故意 因为都故意有两个意思 因为想要表达 问题是我们不是 要说自己的日文 说得好 原则上要 就是比较谦虚 不是要用都故意吗 都故意 你要表达是 什么样的含义 就是能够跟 能够跟朋友讲得很顺 流畅嘛 对不对 然后独故意因为它有两个意思 独故意一个是指什么 得意我满意 满意我满意的意思 另外一个意思是 一个是满足 一个是什么 它会加上 动作 的时候就变成 这个用日文和朋友说的很流畅的话 应该用什么 其实我讲实在话 这个都是罪字 不要 你为什么用 如果我想说 就是想要能够说 对 这个要用什么会比较好 这个有一点点 你用可能形式对的 很好的用法 啊那是变成 你多了一个被动跑出来 注意啊那是 他的可能性是 对不对 我用这个是对的 很好 后面要加什么 想要嘛 对不对 我想要用日文跟朋友说的很好的话 对不对 要加什么 想要 就这样 一种用法通常是 可能动词加又你 变成像能够像什么什么一样 比如说 这种句型都是什么 动词 可能形 加又你 带有一种 语言的意思 语言的意思 知道吗 常用在哪里 写 黑码的时候 我们写 许愿卡 的时候 就用这种句型 最好 表示 我希望 自己能够怎么样 所以这个地方 不要用这种假定型 要用这种假定型 可能形 所以这个变成 話せよに 这样知道吗 这样就够了 你能够用到可能形 就已经很不错 这个很难用的东西 我所谓很难用 一般台湾的学生 用不太出来 这种用法 要记起来 日本語で友達に 話せよ 你先生 我 ひま たたら 空档 的话 要用初音变 刚刚 たら 他行的变化 是不是要变初音 形容动词 用たたら 所以我刚刚讲那个变化 很重要就在这边 变化会了 这边就没有问题 日本語 言語が固定 一か月之 空 这个不要用你 你变成 点 一か月之空 表示 怎么样 段落 一点 我们讲过 这种表示段落的时间 我们可以不加注词 没有关系的 这个念 音读 音读 这个就这样 好 long stay のほうがいいです どうし合った 老师说 如果有时间的话 可以在语言学校 一个月 怎么样 来 long stay 这样 比较好 这是 老师说的 这样子 这个 就是 很好的句子 日本語 で 友達に 話せるように 先生は 暇だったら 你也可以 暇があったら 也可以 有时间的话 或者是 是时间 有事 空閒 有空閒 的时候 ある 也可以 用 たったら 也可以 日本語 学校 在日本 的 语言学校 学习 一周 long stay 一周 一个月 对不起 这是 一か月 这个 又 错音 才对 这样 了解了吗 这个地方 希望同学把这个东西学会 这个 很难用的 我们台湾的学生不太会用 这个 我希望各位学起来 这个 很好用的句型 许愿的时候 常用 许愿 像你去日本 那个庙前面 写那个牌子 就是用 这一种 写法 比如说 日本国研定试研が合格できるように 就这样就可以了 他通常不写 后面的 后面 省略了 お願いします 对神明 表示 希望 我能 日文能力 检定考试 能够 合格 那样 这是 心里面 主观的想法 用 你 了解吗 有没有问题 老师请问一下 如果用 那个 Hima Nara的话 跟 用Hima Tatara的话 两个的 的 语感差异在那边 没有 Tatara跟Nara 一个是 因 有这样 因 才有国 那 Nara的是 国 在因 这样就懂了 在这一句上面的话 Nara的话 也可以用 Nara变成 倒过来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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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车不喝酒 喝酒不开车 就是Tatara跟Nara的用法 倒过来 怎么会可以 Tatara 假如 你要开车 就不要喝酒 对不对 假如 你要喝酒 就不要开车 Nara 他是倒过来 这两个不一样 因果不一样 你要开车 不喝酒 对不对 是Tatara 开车 正常的 对不对 你要开车 就不要喝酒 你喝了酒 就请你不要开车 国先出现的话 就不要开车 Nara 这样知道吗 可是他 他不是说 做了这个之后 才那个吗 做了这个动作之后 才不能怎么样 假如你有时间 才去日本语言学校 一个月 对不对 你在上YouTube 看我讲 假定型四个 差异的比较 你看一下 Ana跟Nara的差别 可以吗 我再回去看这个影片 没有关系 如果有必要 下一次我再讲这四个 没有关系 其他同学也可以听一听 有一些同学应该没有听过 我是觉得 那个可以 再讲一遍 讲一百遍都讲 因为那个东西很重要 台湾的学生 这个地方始终弄不懂 就有时候会 会卡住 会卡住 我知道 但是Nara是给意见吗 对不对 Nara是其中一个用法 就是给意见 比如说 假如你要买电器用品的话 就请你到 那个光华商场 就是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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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的时候 建议的时候 Advice的时候 是可以用Nara 好吧 我下礼拜把 再讲一遍 没有问题 那个需要一些时间 大概要半个小时 到一个小时 那个一定要懂 四个假定型 每年的检订稿是必考 从来没有一年不考 那个很重要 可以吗 这边还有没有问题 老师 那个康跟 跟AIDA 之间有什么差别 一个是 一个是 AIDA 表示空间 康表示时间 这样子 好 比如说 银行跟 百货公司之间 是书店 那个就是 AIDA 两者之间 那个是 空间 空间 康是时间 这样知道 知道 知道知道 好 谢谢 还有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今天讲的 有很多 观念性的东西 我已经都跟各位 讲解过了 待会儿 我会把这个内容 整个贴在群组里面 各位一定要花时间 再重看一遍 因为今天讲的 很多东西很重要 而且全部都是N3检订 当然跟各位 没有直接关联 因为绝大多数的同学 可能都不会去考检订 但是各位要知道 这代表什么 这些句型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句型 像句子 这四个的对比 那个 瞬接 逆接 跟并列的 以及 刚刚讲过 表示时间的 Docoro 对不对 还有 刚刚讲的 四个基本句型 Nagara Tekara Tari Tari 今天讲的 很多东西 很重要 希望各位花一点时间 消化 这绝对需要时间 一个礼拜 绝对够 不用担心 下礼拜 我就把四个假定型 跟各位上一遍 让各位对四个假定型的使用 有所了解 好不好 没有问题 今天就上课到市 谢谢各位 我